回首仲裁裁决出入八年来 起伏不定的南海形势 我们可以断言 裁决并没有 事实上也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 仲裁裁决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与有关当事国双边关系的搅决者 全民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挫伤的南路虎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 仲裁裁决对中费各个层级的政治互信的影响 是极其负面的 而除菲律宾之外 一些政党当事国经常提及或者援引仲裁裁决 并以此作为各自相关主张的依据 部分与外国家将仲裁裁决封为归列 向中国政府施压 要求中国尊重和执行裁决 所以发布再批驳报告 也是为了让与内外国家扔清裁决的本质 及其危害性 推动有关当事国重回 以谈判习商解决争议 以海商合作单化分期 以规则建设管控危机的正确轨道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